1月8日上午11时17分,北京一小学发生伤害孩子事件,据西城区政府官微消息显示,共有20个孩子受伤,均已送医院救治,目前生命体征平稳,无生命危险。 下午20 30分许,记者在事发学校,宣示衣服小外看到,路旁停了不少警车,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,从家长口中得知,大部分受伤孩子来自该校二年级,距离二年级放学还有40分钟,不少家长赶到学校门口,提前把孩子接走。 根据家长提供的视频显示,事发后,学校校长向部分家长交代基本情况。 据了解,受伤的学生被送往宣武医院和儿童医院救治,下午三时许,记者看到宣武医院特需门诊外也拉起了警戒线,多名安保人员现场维持。 傍晚5点50分左右,经公安部门初步调查得知消息,嫌疑人贾某某,男,49岁,黑龙江人,是宣示衣服小聘用的劳务派遣人员,日常从事维修工作。 贾某劳务派遣合同将于2019年1月到期,劳务公司未与其续签原来的合同,贾某未发泄不满情绪,持日常工作用的手锤,在课间将多名学生打伤。 对此,有学生家长认为,学校应妥善处理类似问题。 截至记者发稿时,北京西城区政府、市教委、相关医院和公安机关、涉事学校联合举行发布会,向公众介绍案件最新进展。 西城区区区长王绍峰向家长和孩子鞠躬致歉,并表示20名受伤学生均入生命危险,家长已到院陪护,其中4名学生需要进行手术治疗,3人顺利完成手术。 此外,西城公安部门和教育系统正在研究部署,向全区所有中小学和幼儿园家派警力,确保孩子在校期间的安全。